75.香港商報6月匯豐服務業回落 2015年7月4日中國經濟A08 香港商報信 匯豐銀行昨日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 6月中國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從上月的53.5-51.8 創5個月低點 這是該數值2015年2月以來首次回落 但仍高於五十者一榮膚線 表明服務業擴張放緩 服務業承壓的同時 製造業也未見明顯起色 6月匯豐中國製造業PMI中值雖升至三個月高點 但仍然低於榮膚線 且較初值有所下調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官方製造業PMI 與上月持平 但新訂單指數和出口訂單指數均下降 數據印證中國經濟疲遠分析認為 此次匯豐服務業PMI指數對應中國採購經理指數 PMI可以印證 中國製造業與服務業兩個方面均顯示經濟疲遠情況 細行最新預測 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將為7.1% 匯豐經濟學家菲迪斯認為 目前中國製造業表現疲遠 服務業增長也放緩 可能促使官方穩增長政策進一步加碼 以確保實現今年GDP增長7%的目標 此前官方已連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穩定經濟增長 根據近期官方透露出的信息 穩增長措施加碼可期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以日明確指出 要加大定向調控力度 適時與調微調 讓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有效 新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認為 雖然二季度經濟下行壓力超過預期 但前景並不悲觀 隨著後續更多財政、貨幣政策的托底 前期政策的效應要將進一步擴大 下半年經濟增長企穩可期